一一老师 今天呢是我第一次和大家在视频中见面 非常开心 所以我准备送给大家一个 SWT的讲解作为见面里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呢 是The Problem of Children Watching TV 然后这道题的编号 在咱们大西瓜的基金里是 062024 在开始讲这道题之前 我想大概讲一下这个 考试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见面 如果已经考过的同学 可以skip掉这一趴 然后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 你可以稍微听我啰嗦一分钟 就是说它会有十分钟的时间 去答这道题 下面这个是答题框 考试的时候右上角会有一个倒计时 会告诉我们说还剩多长时间 然后左下角这边是有一个技术器 告诉我们我们写了多少词 然后这道题一定要注意的是 它的必须是一句话 5到75个词 也就是说从头到尾 我们只能有一个句号 另外一个需要强调的点 就是说我们英美拼写 因为这道题是我们开始区分 英美拼写的一道题 也就是说从你写到 有英美区分的第一个单词开始 机器就会认定说 你是英式拼写还是美式拼写 从此之后 就是如果你是英式拼写 然后机器就会从swt到这个写 大作文再到fill in blanks 以及到最后的wfd 他都会认为你是英式拼写 你所有的美式拼写都会被扣分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考试的时候的原文 如果没有做过这道题的同学 可以先把视频暂停一下 花七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下这道题 好了同学们你们做完了吗 那来看一下整篇文章 然后我们从头到尾来分析一下 看看究竟有哪些内容 会是重要的内容 首先第一句话 Why and to what extent should parents control their children's TV watching 这边它是一个疑问句 然后它是说 为什么然后多大程度上 父母应该去控制他们孩子看电视 这里起到了一个引出下文的作用 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 There is certainly nothing inherently wrong with TV 然后这里说 电视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我们往下看 The problem is how much television a children watches and what effect it has on his life 这边它就说了 电视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是什么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了一个转折关系在这里 它审计了一个but 但是我们从它的内容来看 是可以看到 这边是有一个转折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先把它勾出来 因为感觉好像 不知道是论点是观点 所以我们先把它标出颜色来放在这里 后面 它说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s the children watches and what effect it has on his life 这边它就进一步证明 说有研究就表明了 电视确实是对孩子有影响的 但是没有细说 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Research究竟说了什么呢 它说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s the amount of time spent watching TV goes up the amount of TV devoted not only to homework and study but other important aspects of life such 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hysical activities decreases 这里它就说 当我们看电视的时间 多了以后 那当然我们去学习 然后去写作业 还有包括 去参加社会活动 还有体育锻炼的时间 就会相应减少 所以在时间方面 电视是这样影响我们生活的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Television is bound to have a tremendous impact on our children both in terms of how many hours a week he watches TV and of what he sees 这边它承接上下文 因为我们上面是在讲说 看电视的时间对孩子的影响 所以它说 对它电视确实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是有关 他们一个星期看多少小时 并且还说 它看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可以猜测 下面它可能会讲说 电视的内容对孩子的影响 我们先往下看 When a par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effect of the television 这边我们看到 The effect of television 和上面我们 说到的effect It has on its life 是相对应的 那我们这时候就是一个信号 告诉我们说 它现在要开始解释说 电视的影响 电视内容对孩子的影响 He should consider a number of things What TV offers the children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就是说这个电视会给孩子 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和知识 How many hours a week a younger studies age to watch television 这边其实还是说 他们应该考虑到 孩子一个星期 能看多长时间的电视 以及最后 The impact of violence and sex and the influence of commercials 这边我们又看到这个信号词 这个impact 其实是和上面 它说的这个effect 是一样的 就是说电视 对孩子生活的影响 那有哪些会影响到它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什么violence sex and influence of commercials 这边就是它进一步去解释 说明什么东西会对孩子 什么内容会对孩子造成影响 比如说色情暴力 以及说电视广告 对孩子的影响 最后一段 What about the family as a whole 加上后面 差不多有五句 疑问句 然后还有一个感叹句在这里 那我们是不是想说 这里是不是不重要呢 因为它全部都是疑问句 并且它又没有答案 我想在这边说是它不是 因为它是疑问句 这里其实它是想起到一个强调的作用 这里想说的呢 就是 Family should consider the problem as a whole 是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我们提到的 The problem of children watching TV 也就是我们说的 The problem is how much television a children watches and what effect it has on his life 就是电视在你们家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决定了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句 它其实是起到一个 总领全文的作用的 就电视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电视在你们家扮演的一个角色 会决定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最后就可以得到 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句子的划分 然后可以把它写成这样一个段落 因为这两句之间是转折关系 所以我们用although although there is nothing inherently wrong with TV parents need to consider two things 第一件 need to consider how much time their children spend on watching TV 然后加上because that的论证 the amount of time spent watching TV will impact the time spent on homework stud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activities 第二个 but also to consider what effect it has on its life 这边我们用not only but also带出来这样一个拼列关系 然后后面是这个电视影响的一个论证 including the impact of violence, sex and commercials 最后统领全文 说family should consider TV as a whole 这边还有一个异错点 就是很多人会漏掉刚开始这个 电视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转折关系 因为它真的很小 很不起眼 这在全文第二句话 然后句子非常短 但是鉴于我们考试标准里说 all aspects should be mentioned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逻辑关系写出来 会让我们的段落更加的完整 怎么样同学们 你们写对了吗 然后今天的我们的swt讲解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